第五 要思维无可相比之恩 人生在世最大的恩情有三个 第一是佛 第二是父母亲 但是第三 第一是佛 第二是父亲 第三是父母亲 父母亲 但是上师的恩情远远大于父母和佛 父母对今生自己有养育之恩 生育养育之恩 但是上师他指引万世幸福的光明大道 因此上师的恩情大于生生父母之恩 我是照着这个清净上师法讲的 为什么呢 以前我没有讲清净上师法的时候 我也讲过类似的教授 那有一个同修的妈妈 那天跟这个同修来听到很不以为人 上师比父母还要重要 还要伟大 还要有恩德 这个乱讲 父母最重要 对了 讲对了 世间法父母最重要 没有父母哪有你呢 那往上推呢 父母最重要 那父母的父母重不重要 那更重要了 对不对 因为没有父母的父母哪来现世父母呢 也就是说没有祖先哪里有父母呢 是不是 好 再往上推 那怎么样会有祖先呢 有天地才有祖先嘛 是不是 那如果没有佛的万德万行 无始的悲怨 护持 加倍 无量的众生 无量的世界 哪里有天地 哪里有祖先 哪里有父母 哪里有你啊 所以这个就是 他不懂佛法不能怪他 人生在世 世间法父母最重要 对 你要承认 你不要太多了 什么事比父母更重要 就给你一个耳光 人家你自己倒霉 我有劝过你了 是不是 你跟那个他想要学佛的人 才能跟他这么讲 你想听吗 真实的是如此 你就解释给他听 最重要的是佛 父亲 母亲 上师的恩德 超过前面讲的三者 这个是上师 亲近上师法上面讲的 不是我讲的 所以诸佛慈悲 骗极万物众生 由于自己业重 没有办法得到 佛他直接的教诲 我们业很重 我们连佛的身影都没看到 只能怎么样 雕佛像 画像在那边膜拜 我们业障太重了 而上师就在身旁不远处 常识可以请教 将佛法的妙法 面对面的 无距离的传授给自己 因此 世恩大于佛恩